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小王子波看天下 台灣的廚餘製造量在亞洲可是名列前茅的 根據環保書統計 我們每人每年會浪費掉96公斤的廚餘 96公斤 可是我沒有浪費這麼多食物啊 這是平均值辣 我們台灣的廚餘量多 除了有浪費的問題 其實也和消費習慣有關喔 像是賣場常常會有買一送一的活動 容易讓大家衝動買太多 結果吃不完 而且我們還有這種自助餐吃到飽的餐廳 沒錯 這些都是原因 那接下來 竟然我們一起去看小季節的調查 看看平常用餐時總有一些剩下哪些廚餘 這是我們的營養午餐 每天都會有一道主食 一道主菜 一道副菜 和一道青菜 和一樣餐品 每天在學校吃便當 會剩下哪些廚餘 基本上是飯 為什麼 因為我爸飯都給我帶比較多 大部分都是肉或青菜 那你為什麼可以 我都會把它丟到學校圖 在學校的話就是淨水 你把它吃完 我真的的話都不會有剩下的餐 就是飯 飯會剩菜也會剩 在學校因為各個同學們 都會乘適當的量 不會讓自己吃不完 所以在學校 除非有一些真的身體不 身體重量不佳 一些原因 才會剩下比較多廚餘 家裡常常吃不完 要丟掉的廚餘是哪些 怎麼處理呢 都是青菜或者是飯 那魚人會煮熟 會冰熟在冰箱 然後隔天在樂園吃 日本不會有 因為我們家味口多很大 因為麻煩的話都不會煮熟 所以剛好我們家可以吃完 有些嗎 應該是 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有吧 那有種處理 處理的話就是給雞吃 吃不完的處理有肉 然後我們都會給狗吃 有菜還有肉 我都會丟給狗吃 因為我們家從來沒有勝過處理 所以我不知道 有什麼減少處理的方法 你自己要吃的東西 是 不要吃太多 如果真的吃不下 那拿去給其他人 手煮一點點 如果要煮的話 應該說還要再吃的話 再去煮就好了 如果在學校的話 可能就完結再吃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煮 嗯 可以煮少一點 然後可以 大家可以吃都會 就是在吃之前可以先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很餓 要是沒有特別餓的話 那其實就煮少一點 然後煮適當的量才不會吃不完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處理嗎 就是可能一個比較bigger的 可能食量比較少的人可以吃一個 不用在那裡一人吃一個 然後之後就吃不完 為什麼你們家都沒有剩處理 那是因為我們會煮自己 一定吃得完的份量 假設不夠的話 還不夠的話才會繼續再煮 不然這樣就會浪費地球的資源 這邊是我們黑水蒙兩隻區 這邊的黑水蒙都是幼蟲 我們會先把蓋子掀開 直接把廚餘倒進去 把它蓋起來 黑水蒙就會自己跑過去吃 黑水蒙吃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變成黑色的 那他們會自己爬過來 會沿著那邊一個洞口 這樣爬過來這邊 爬過來這邊後 裡面有一個洞 他們會沿著洞 滑落到這個桶子裡面 這邊 左邊這邊也有一個 那他們滑落到這邊之後 他們會變成成寵寵 網子裡面就是我們的成蟲養殖區 成蟲會在裡面進行繁殖 黑水蒙是昆蟲界的明日之星 它有軟 幼蟲 蛹 跟成蟲 四種不同的形態 你相信嗎? 一隻小小的黑水蒙幼蟲 一天就能吃掉2-3公斤的廚餘喔 是廚餘的超級殺手 它不但解決了頭痛的廚餘問題 幼蟲還能作為動物的蛋白飼料 能化腐朽為神奇的黑水蒙 有人讚美它是最完美的昆蟲 值得大家多多認識喔 那麗 那你們家呢 會用哪些方法來減少廚餘 我們家就是吃多少買多少都會算得剛剛好 哇 這樣很棒呢 能夠減少盛食的浪費 對啊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吃剩的廚餘最後都被送到哪裡了吧 切下的果皮 吃剩的大餐 最後都殊途同歸 來到廚餘桶 根據環保署統計 台灣每人每年浪費的廚餘 大約有96公斤 比日本 韓國都要多 這樣的結果 並不是我們比較會吃 而可能是我們比較浪費 我們台灣其實 在食物的浪費上面 在全世界是排名很高的 原因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我們比較醜蔬食 我們是絕對不買 然後呢 台灣呢 量飯店特別多 所以 有時候去呢 買5加1 3加1 便宜就買回來 然後吃副房過期 過期就丟掉 以台北市來說 每天吃完三餐 就產生了180噸的廚餘 可以裝滿30輛垃圾車 這麼多的廚餘 最後都到哪裡去呢 其實我們目前 我們這個 一年廚餘的回收量 大概55萬公噸 那其中呢 34萬公噸 大概佔了 百分之62左右 是送到這個養豬廠 那剩下不能夠養豬的部分 就堆肥廚餘 比如像果皮啊 蔬菜類之類的話 拿去做堆肥 超過六成的廚餘 都是靠小豬幫我們吃掉 但是近年來 非洲豬瘟疫情升高 擔心廚餘會讓豬隻生病 許多縣市宣布 禁用廚餘養豬 禁止廚養豬的話 掩埋場的部分 我們才會用這個 比較不得已的方式 如果不能給豬吃 廚餘還有三個去處 堆肥 掩埋 或者送進焚化炉燒掉 但是掩埋廚餘 有污染土壤 及土地取得困難的問題 直接燒掉 不但花費昂貴 污染空氣 還會縮短焚化炉的壽命 這樣下來拿去做堆肥 或許就是目前最好的辦法 來到桃園的石門國小 同學們真要吃午餐 而這裡特別的是 吃剩的廚餘 會讓小朋友 拿來堆肥種菜 一點都不浪費 那我五年級小朋友 基本上每班 是大概分三組 然後每一組都會 利用中午的時間 來這邊進行實際的操作 我們的課程叫做 黑金變傳器 同學們不嫌髒 也不嫌臭 把吃剩的廚餘分類 做成肥料 熟成的肥料拿來種菜 種好的菜 愛就是自己的營養午餐 身體力行 什麼事物盡其用 珍惜食物 愛惜資源 如果我們能改掉 不好的飲食習慣 吃多少煮多少 廚餘就不會是問題喔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 廚餘大國就是日本 嗯?日本? 日本的垃圾分類 不是做得很好嗎? 嗯 不過問題就在於 他們有很嚴格的賞味期限 日本人為了要追求良好的食物品質 許多明明還可以吃的食物 都被當做廚餘丟掉了 喔 所以說他們在這方面的嚴格 卻變成了另一種的浪費 嗯 所以他們也正在檢討 看看如何改善這個情況 一桶又一桶的廚餘 被送進日本神奈川縣的食物回收中心 但你知道嗎 這裡面的有些食物 居然是昨天才做好的 明明還能吃的東西 為什麼會進了廚餘桶呢? 答案就是他們已經過了賞味期限 那日本的話 它主要就是會區分出 它的有效期限 跟它的賞味期限 那賞味期限的話 它比較針對的 就是針對產品的品質去做控管 那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產品的品質 它會慢慢的去降解 可是針對於有效期限的話 有效期限是針對產品的安全性 所以在賞味期限過後 到有效期限這段階段 其實產品是可以持用的 它是安全無餘的 這些安全無餘 但是過了賞味期的食物 雖然還能吃 但在嚴格的日本人眼中 已經是無法販售的商品 只好送入廚餘回收車 根據統計 日本每年的食品廢棄物 約有1600萬公噸 其中人可食用的剩食 高達620萬公噸 龐大的數量 足夠讓聯合國對落後國家 進行兩年的人道救援 現在是24時間365日 每天都可以吃到哪些時候 每天都可以吃到 這個時代 所以 孩子或是一般的消費者 都可以吃到 食物的有難度 做的難度 這些事情 都沒有分別 這個地方 現在是不足的 事情 是 這個背景 而這些被浪費掉的食物 還要花上大筆金錢來處理 種種問題 讓關心環境的高橋先生 看不下去 於是原本是個受益的他 毅然放棄所學 投入盛時回收 但一開始就遇到了大危機 嚴格把關實安的日本 法規不允許回收食物 因此高橋先生 花了10年時間 不斷的跟政府溝通 最後終於成功的 在神奈川縣 成立了日本第一間 食物環保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跟食品業者合作 業者用冷凍車 再來食品廢棄物 回收中心 再用水柱分離這些食物 經過重重篩選 挑出雜質 高溫殺菌後 再進行發酵 固態的廚餘回收後 只要12小時 就可以變成液態的環保飼料 省食又省存放空間 賣給養殖業者 售價也只要普通飼料的一半 經過特殊發酵的環保飼料 沒有廚餘腐敗的臭味 豐富的乳酸菌 還能促進動物的健康 專家說這裡全年無休 不停工作 平均一天可以處理 35公噸的廚餘 基本上我們有 大肥和營養的工具 聯繫的工具 例如天佗的工具 我們會介紹 能力化的工具 我們會介紹 我們會介紹 大肥和營養的工具 我們會介紹 所以我們會介紹 工具的工具 會介紹 是吧 過去許多廚餘會用粉燒的方式來處理 比起粉燒,回收不但便宜,而且還更環保 帶起食物回收蜂巢的專家 未來還希望推動其他再生能源 減少浪費,繼續為永續環境盡一份心力 現在是新冠病毒的防疫期間 考驗當前,每個公民有沒有都做到捍衛國家的義務 你有好好做到嗎? 捍衛國家? 喔,你是指戴口罩勤洗手嗎? 當然有啊,你看我的手有沒有洗得亮晶晶的 那既然如此,我就要來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洗乾淨喔 欸,等一下,我的手都洗過了,當然是乾淨的啊 而且你拿那一瓶要做什麼啊? 這一瓶是隱形顏料,使用它後再施加魔法 就可以知道你的手有沒有洗乾淨囉 哇,有這麼厲害的東西啊 當然有啊,而且我自己都用過呢 你想不想知道是怎麼做到的呢? 當然想啊,我超好奇的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哇,真的好吃 欸,好久不見 欸,我們現在都不能握手了 我們現在都只能拱手不握手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只能拱手不握手嗎? 為什麼啊? 因為啊,你其實不太知道 你早上摸過了多少的東西對不對? 因為你有可能到處都會亂摸 摸到哪裡,摸到哪裡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你早上摸過多少東西嗎? 不知道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影片 就可以知道你早上總共摸了多少東西 五三六點四謝謝 謝謝 哈囉,娜莉你好 小主播張娜莉 個性活潑 對事物充滿好奇心 喜歡用手到處觸摸 來感受與認識環境 我們現在要測試到你手下會摸有多小地方 所以我們來噴一下這個 噴在娜莉手上的是水性隱形顏料 到底會碰到哪些地方呢? 快跟著去看看吧 娜莉,妳平常就是一個手愛亂摸的小孩嗎? 對 我覺得摸東西就是那種有安全感 因為就有牆壁靠近的感覺 然後這個摸起來又特別舒壓 我就特別喜歡摸東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牆壁靠近的 sakura 於是旬漂亮 normalmente都是任意咽孔吧 餚生命就是排的 不正常 好冷靜 娜莉 你也手太揚了吧 隔著鏡頭都能感受到 滿滿的安全感了 在這段大約兩小時的準備錄影期間 娜莉的手就碰過了牆壁 電梯 廁所 桌面 各種按鈕 把手橫等 等於從一進門就開始了觸碰之旅 娜莉摸過的地方也有許多人在不經意間碰到了 雖然水性引擎顏料沒有那麼明顯 但還是能看見這些人手上都有顏料的痕跡 一個人一天摸過多少東西 接觸多少地方很可能記不得 但這樣會不會遇到什麼問題 又要怎麼解決呢 欸 你現在手上就在亂摸了啦 你知道為什麼不能亂摸東西嗎 因為病毒啊 它大概可以在東西上 不到48小時 72小時都有可能 是一個很久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剛才摸過的顏料 有人摸到了之後 又把它蓋到其他地方去 這個顏料就會到處都是 啊 那這麼多人的手上都有這個顏料 那如果裡面有病毒 他們不也摸到了嗎 所以很多人就會染上了病毒 那還有一個地方很容易漏掉的地方 就是臉部的部分 臉 可是我會遇到我在摸臉嗎 很容易漏掉 你現在也不太注意到你有沒有在摸臉 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特殊的紫光燈來看看 就知道你到底有沒有亂摸你自己的臉 好 這個是一個UVA的紫光燈 那它波長比較長比較安全 但是在照的時候你還是要閉上眼睛 不能張開眼睛 好 OK 好的 好 我在你的額頭上看到了很多的顏料 對喔 好像會不經意的去摸臉嗎 因為眼睛又不止粗啊 很多人都會在不經意的時候用手去摸自己的臉 那有很多的黏膜的附近鼻子啊 眼睛啊 嘴巴啊都會把病毒帶進去 所以平常養成正確的洗手習慣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哇 老師那你可以叫我整個洗手嗎 當然可以啊 我們現在就到洗手台那邊去吧 好 老師 那我們要開始洗手了嗎 首先呢 我要在你的手上滴上特殊的顏料 來看看你平常洗手有沒有洗得乾淨 老師 那這樣子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洗了嗎 我們現在要首先要看看你手上沾上的東西 有多麼的恐怖 哇 怎麼多啊 老師 我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看你的手有沒有洗乾淨喔 好 你看你的手 啊 還都是喔 你看你的手 哇 手背好多喔 欸 你平常就是這樣子洗手的嗎 對啊 我看我看我同學就是這樣搓一搓就好看 怎麼還都是啊 感覺根本就像沒洗啊 好看啊 我們今天要教你正確的洗手方式囉 我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肥皂 喔 所以要用肥皂洗囉 懂了 好了 那我們再來檢查一下看看好了 雖然知道口訣 但認真洗手真的很花時間 不過看到殘留的顏料 原來不好好洗根本洗不乾淨 我現在就用我學過的口訣 試試看能不能洗乾淨 對 那就換你在我的手上滴上這個特殊的顏料 好 我一定會給老師滴很多很多很多 好 老師 那我來幫你檢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 嗯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所以首先啊 正確洗手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拿下你手上的手錶啊 然後你的一些手勢啊都要把它拿下來 然後第一步呢就是 洗你手的裡面 搓你的手裡面 兩隻手一直搓 那這個步驟就是內喔 對就是內 那第二個步驟呢 就外 我們就洗手的後面 對 四隻手就繞了 然後就是用四隻手指頭去夾另外四隻手指頭 內外夾 這是夾的部分 會夾食指 有一次的食指 不是都會夾到嗎 這是跟你的基因有關係 你的慣用手會在哪一個食指上下的這個事情 所以你要把它交錯的做一下 接下來就是洗你的這個手的後面這裡 在這裡的 哇 我聽說有人公式這樣洗耶 兩邊夾在一起啊 就是洗你的指節的前面的這個部分 所以夾起來搓起來都要 ok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吸你的大拇指 就是大的部分 ok 那接下來就是 用手掌去搓你的指縫的部分 好 立起來 然後來做我們的指縫的部分 很癢 最後的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洗我們的手腕 手腕呢 其實一個是大家最容易漏掉的一個部分 對喔 我好像有亂摸摸到手 嗯 洗手時間啊 大家 撥壞的資料都是用一首歌 生日快樂的歌 是喔 如果妳很感激妳要唱得非常的快 非常快 非常快的 就靈魂 對 對 妳要按照妳平常的節奏 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的時候 然後把剛才的 內外夾風大力管的這幾個步驟做完 但是沖水完之後啊 有一個事情要記得 就是妳記得要洪水去沖掉妳的水 然後頭上面摸過的地方 喔 可能會有細菌嗎 對… 好 這樣子 對… 好的 那好了 我們來檢查吧 好 我們還漏掉了最後的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妳的手擦乾 為什麼要擦乾啊 因為妳如果濕濕的手啊 容易讓一些微生物在上面再滋長 所以要把自己的手 用濕紙巾啊 或者用紙巾啊 其他東西把它擦乾 嗯 好 找到我擦乾了 我幫妳檢查 好 我一定可以講出破綻 哇 老師不錯 妳的手有過關喔 換我來檢查妳的手了 好 喔 整個都變得比較乾淨喔 是不是 對耶 欸 有一點漏網之餘 喔 妳的拇指 拇指跟手腕啊 其實是人最容易漏掉的部分 所以日後再洗手的話 就要記得再多多加強 那這樣子應該算是勉強過關啦 來 過關過關 喔耶 所以小朋友啊 在妳們在吃飯前 或者是在用手摸的鼻子 醒了鼻涕 或者是回到家之後 都要記得洗手 反正妳只要記不起來 妳上一次摸過了什麼東西之後 就是要記得洗手 那如果大家都保持良好的洗手的習慣的話 這樣子一些病菌就不會上妳的身 妳也就不會再生一些奇怪的疾病喔 喔 那我剛剛好像沒洗乾淨 我現在來把它洗乾淨 好的 哇 原來魔法指的是紫外線燈啊 沒錯 隱形燃料很神秘 但是只要一輩子外線燈照射 就會無所遁形 我也是在用了它之後才知道 原來我的手會在不經驗之間 觸摸這麼多的東西 那如果這些東西上都有細菌 或者是病毒 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很有可能生病 不用擔心啦 我們現在就要靠勤洗手來幫助我們 而且要記住 千萬不要亂摸臉 因為微生物可能會從眼睛 嘴巴跑進我們的體內喔 嗯 所以要記得常常洗手 像是吃飯前上廁所後 進出醫院前後 還有回家之後 讓病毒不入口也不入家門 防疫當前 我們要做好準備 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還有我們最愛的人 嗯 所以啊 記得要常常洗手 內外加工大力碗 沒錯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小主播看天下 哇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我們下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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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哪週見 我們下週見 為談 我們的節目